各位好 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美国的巴顿将军在前线打仗 面对他的对手德国军队呢 他曾经自言自语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龙美尔将军 我看过你的书 这就是对手之间的那份尊重 领兵打仗做到这个份上 相当难得的境界了 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 也有这么一号人物 让他的对手又恨又惊 杰耀不逊的左宗棠说 他是贼之宗主我所未继 四川总督洛炳章 说他是长毛贼当中最狡猾善战的 而一生罢过太平军无数次的曾国藩 则称他是有将才之风 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十九岁当左军主将 二十岁封王 三十二岁的时候 兵败大渡河的翼王 石大开 石大开的人生经历 有非常强烈的转折变化 前变成可以说是挥斥方求 快意人生 而后叛成众叛亲力 孤独缭络落 所以凡是关于石大开的故事 大都是荡气回场 一勇翻叹 故事还是从长沙开始说起吧 太平军攻打长沙 是一次检验双方成色的PK 当时的长沙城汇聚了青军阵容 有一个总督 两个巡抚 四个提督 八个总兵 道府官员更是几十人之多 太平军那里呢 有一颗名叫石大开的匠形 冉冉升起 1852年8月 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 带三千精兵攻打长沙 这帮从来没有见过城市的农民军 试图拿下启事以来 第一座城市 然而擅长旷野作战的萧朝贵 在攻坚战前 一筹莫斩 濒临长沙一个月后 萧朝贵在指挥战斗时 被长沙守军的火炮打个正招 西王八千岁 就这样一命归西了 萧朝贵一死 长沙大战才算真正的开始了 太平军方面 杨秀卿接到长沙战报 决定全军开赴长沙 被萧朝贵报仇 清军方面 清将和春 江中原 从陈州 持人长沙 巡抚张亮基 从云南赶到长德 贵州支付胡林义 提督向荣等 也前来出阵 后来又加上了左宗棠 郭松涛 统兵三万余人 黄金组合 阵容空前 长沙会战是清军与太平军之间第一次精英名将的对决 在此之前 石大开这个人是非常没有名气的 因为很多记载里面是说石大开这个人叫做当时称他为义贼 义贼胆怯 那么欲上有战争 他都是同等上 自己在后面 都是很轻视他这个人 而且前期你看戴斌 无非也就是梁秀卿是元帅 前敌的汉教授伟长辉 1852年 这个西王萧德贵 阵亡之后 那整个打先锋的 主要是就是 由石大开 石大开当时 他属于这种 他年轻 非常能打仗 又有谋略 所以当时 这些清军都特别害怕石大开 所以就是说 说称石大开没实敢当 就他什么事情都由他来打先锋 所以这些清军 见到石大开都纷纷的逃避 不敢跟他正面冲突 所以石大开在塔塔文联国 从广西首义到南京的一路上 石大开是起的 在军事上是起来很大的作用 萧朝贵死后 北昌辉石大开 接受长沙太平军指挥 结束了太平军胡打乱攻的局面 而清军方面 江中原也率军对长沙城榜 做了重新布局 在前几个回合中 湘军与太平军都没能取得突破 两军均疲惫不堪 各自僵持 就在这个时候改变局面的人出现了 石大开带他的人马 横渡湘江 占领了湘江西岸 那么河西他当时有几个什么重要的作用呢 一方面他是一个粮草 因为那是河西的倒数了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如果攻长沙不下 太平军要撤退 他要绕河西 所以说这是他必争的 等到河西成了石大开的天下 湘军才派出 这个清军才派出有力的部队去争夺 但那时候石大开的羽翼已经丰满 可以说他在这个河西势力一程 他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战场的局面 石大开横路相江 抢占的是粮草基地 但他的行动并没有引起清军主力的注意 而当他在湘江西岸 获得大批粮草 源源不断地送往东岸时 清军才醒悟过来 不得不派向荣收复河西 这么一来 时机已经太晚了 1853年初 石大开在湘江上 与清军大将向荣进行了第一次交手 他们的交战地点 正是后来毛泽东提示的橘子舟头 橘子舟头 看万山红遍 这个地方是石大开与向荣 交战全胜记录的起点 这一年 石大开还不到22岁 其实这场战对石大开也是被迫的 我说他个性不喜欢跟你硬碰硬 但在实际战斗的过程中 石大开他有效地把兵力分过 逐次地投入 正旗相辅 那么就是用一种非常皮兵的战术 先把向荣拖垮 然后再强力地把它压垮 最后呢 这个向荣可以说是全军父母 质疑他自己逃掉 所以这一项石大开是打得非常地漂亮 橘子舟会战后 整个湘江西岸成了石大开的天下 石大开也因此在太平军中迅速窜红 也是从这里开始 到后来他离开南京 远走高飞的四年时间里 石大开在战场上 竟然没失败过一次 石大开这种嚣张威去世以后 你将来在山上 或者从船上一直到武汉到南京 石大开基本上都只会 联风墙离开吧 他们都是在前面 基本上是石大开是坐在船上面 坐船上面 水落两路 他是等于前地指挥 杨球军跟洪秀军在中间 这个维杀会但是一般是后卫 中王李秀成被俘以后 曾国藩的幕僚问李秀成 对太平军驻王的评价 李秀成说其他各王都是平平 只有南王冯云山和翼王石大开 是最好的 他对于义王的评价来 诚服甚深 祖之多谋 李秀成最佩服的也是石大开这个人 然后从这个石大开 太原军的敌人来看 曾国藩就评价 曾国藩评价说什么 说石大开是驻汉贼之冠 那就是最厉害的一个王 然后左宗棠认为石大开是贼之宗主 贼的主要贼之宗主 我之所谓 这一战就奠定了他在太平天国军队里面的威望和地位 石大开这个人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农民起义领袖的一个几乎完美的一个形象 所谓就是说他是属于像关羽 历史上关羽、岳飞 就是在农民在人民心目中的一个非常好的形象 事实上在长沙会战以前 石大开的战史并不是如何如何的夺目 原因是和他交手的都是一些清军名帅 比如说江中元 还有天地会投降过来的猛将张国良这些人物 也都是一等一的带兵高手 所以对当时二十出头的石大开来说 他的战斗生涯的开篇是艰难了一些 不过对石大开来讲 也正是这些旗鼓相当的对手 磨砺了这个从小顺风顺水的少年意志 石大开是广西人 他到底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呢 各种说法都有 有人说他家中田不多 自耕自食 有的史料呢 说他家里少育 也就是说比较的富裕 还有的史料呢 是说以财雄一方 总的来说呢 他的出生肯定不像萧朝贵李秀成他们那样 家贫如洗 说他是中等家庭 可能问题不大 他呢自幼喜欢读书 喜爱兵法 但是从未硬考 也没有功名 那他算不算是个读书人呢 也很难说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日子过得还不错 又读过一些书的年轻人 他为什么要造反呢 如今在石大开故乡广西贵港 已经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遗迹了 后人在公园内给翼王修建了一个亭子 一尊雕像 辽表纪念 如今 翼王亭的旁边也变成了工地 我们寻访到石大开的故乡 是想感受一下 翼王在当地是否留下过一些译文传说 当地百姓如何看待这位一百多年前 叱咤风云的老乡 但是时光流逝很快 翼王的故事 已经从当地人的记忆里 叱咤风云的旁边也变成了一个译文传说的 这义王的 哦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实在感觉是义王的 你知道吗 是义王的吗 实在感觉是义王的吗 我还知道它 我现在没有见到没有我都讲 你也不了解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我不讲的时候也不知道 义王石大开的 不一定是他活不下去了 他要去造反 他跟东王爷杨秀卿和西王萧超贵不一样 石大开的很大程度上他很喜欢反亲 而反亲他恐怕更有那种天下之志 要拯救苍生那种智商在里面 所以说石大开当时也似乎他应该有这种念头 我的目的是要反亲 而你洪秀全他 你能给我这个机会 我就死心塌地跟着你干 年轻而心怀抱负的石大开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 加入了太平天国这股洪流 由于他在队伍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1851年底 太平天国永安建制 石大开被封为翼王 希望他能羽翼天朝 长沙大阵之后 石大开成为战场上真正的统帅 石大开一生打了几百仗 他的代表作无疑是与曾国藩乡军的九江湖口大战 战斗发生在太平军第一次西征过程中 所谓西征是从太平军的视角出发 太平天国1853年定都天津后 他们却发现隐患多多 一是天津孤独地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 根基不牢 二十几百万人集中助手 粮食供应困难 因此为了保障粮食供应道路的畅通无阻 也为了防止清军从长江上游进攻天津 太平军从天津出发 沿江而上 重走一遍来时的道路 而此时 太平军的对手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当年那些不堪一击的朝廷绿营兵 而是换成了后来成为太平天国掘墓人的乡军 他们是在太平军开始西征的半年后 由曾国藩率领从湖南衡阳出发 一路向东 这样一来 一个向西 一个往东 面对面的火拼不可避免 1855年1月 太平军与乡军在九江迎面相撞 大战一触即发 乡军自从出湖南 以来 可以说是功务不克 仗务不深 打到九江的时候 一方面乡军士气如虹 另一方面来说当时是水师 这个是乡军的一个特长 乡军的水师是非常完备的 而当时这个太平军 它的水师多 都是命传 所以在当时来看 这是一场太平军必败的战斗 战斗为什么会在九江打响的 原因是 敌我双方都把九江看作是进可攻 退和守的中枢城市 石大开为此 放弃多处城市不守 专程奔赴九江 亲自指挥战斗 石大开真正的采败是西东 哪个地方有危机都是一往过去 他那个当时在战场上的那个部队 陈生的部队 还有这个林启勇的部队吧 还有黄文精的部队 有石大开自己带去的部队 他把力量集中到这一战场 别的地方他把它抽空 让给你 这里其实他体现的一种 不计较一城一地 但是他要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的这种死亡 说到湘军的有生力量 无疑是雪帅彭玉林指挥的水师 这是一支装备精良 战绩骄人的水军 他们以大船小船配合作战的方式 一路站来所向披靡 湘军水师的作战特点是 大船配置重炮 居中指挥 山板青州则在环卫在大船左右 作为保护和侧影 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作用 但正是这一点 在石大开眼中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破绽 当时他先从江北 把江南里吸引过去 叫陈渝成那么在江北 然后九江对面叫小吃口 小吃口就是江北 那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干口 在那边把清朝的云军 什么的给他洗脱 然后他过来 过来叫这个 把那个湖口跟长江里面 给他塞起来 湘军的这个大船和小船脱节了 脱节之后 他就把湖口筛住 那么这样一来 湘军的这种大小配合的优势没有了 那么太平军就很可以以长极短 对于你这种不灵活的大船 我可以发挥速度上的优势来击溃你 而你的小船 那么我又可以利用一些 我比较猛烈的船只来对付你 另一来湘军的水势就遭到了一次 非常惨重的大击 当时曾国藩的这个坐船呢 也丢了 曾国藩的那些文件的文案呢 也都损失了 所以曾国藩的气氛呢 当时就自杀 要自杀跳虎 被他的这个部下给救上来 九江大战是石大开与曾国藩 第一次面对面的交锋 石大开漂亮的赢了第一回合 更重要的是 这次大胜迫使湘军咄咄逼人的攻势 不得不停了下来 湘军水师被分割在柏阳湖内外 尝拿一年半之久 曾国藩只取天津的计划破产 太平军恢复了先前在长江的势力 九江大截是一网石大开 被太平天国立下的不适其功 非常善于营造一种以强即弱 变被动为主动的这种能力 而这种东西 我们说从这种 你完全把战争看着一种 艺术的成功来看 它是非常有观赏价值的 所以人们就认为 石大开这个人 确实是精彩绝语 与石大开的九江之战 是曾国藩自己所说的 平生四大耻辱之一 在兵败之际 曾国藩给咸丰皇帝写奏折 汇报工作 其中有一段话 看得连皇帝都为之落泪 他说每逢春风之怒嚎 则寸心欲碎 见贼藩之上时 则绕无彷徨 作为石大开战场上的对手 可能是人生的一种不幸 但是对曾国藩来说 这不幸之中又有万幸 因为这个让他寸心欲碎的人 并没有在太平天国 待太长的时间 1856年9月 太平天国发生内乱 洪秀全导演了 《王沙王》的闹剧 在这场称为是 洪杨内讧的前妻 北王伟昌辉呢 诛杀了东王杨秀卿 石大开在外地袖手旁观 后来伟昌辉又杀掉了 杨秀卿的部署 两万多人 石大开还是没有阻止 等到事情越闹越大 石大开再赶回天津 责备了几句伟昌辉杀人太多 不料杀红脸的伟昌辉 将石大开的家属 也全部杀害 那么这么一来的耐讧中 一直没有出手的石大开 终于按捺不住 将伟昌辉诛杀 一是为了给自己的家人报仇 二呢 是把这场内讧 画了个句号 但是刚刚成立的太平天国 哪里经得起这么大动静的折腾呢 首亿六王 只剩下一个天王和一个翼王 一个巨大的烂摊子 该如何收场呢 天津世边后的石大开 并没有马上离京出走 而是回到天津 主持朝纲 并且得到底下群臣的极力拥护 但越是这样 天王洪秀全 便越是害怕 害怕石大开 成为第二个杨秀卿 生情多疑 如今已是卑躬舍影的洪秀全 再出昏招 分封他的两个哥哥为新的王爷 钳制石大开的工作 这一招是洪秀全 为自己酿下的一杯 无法下咽的苦酒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石大开来讲 就面临到三种选择 一种选择 就如果他还是继续留在天津 就是逃脱不了跟洞王 跟霸王被杀的这种可怜 而且这种可怜非常之大 第二种可能就是 徐带洪秀卷 自立为王 那么这个有违于 中国这个传统的 中国这个传统 也有违于 因为石大开毕竟是个知识分子 也有违于传统王华 对他的影响 他也不忍 也不会这样驱逐 那么除此两次之外 地藏了路就是离境处 1857年6月 石大开带着一些亲信 离开南京 沿途张贴告示 表明了自己受到天王猜忌 无法立足 只能离开的状况 并对太平军将士 发出邀请 愿意跟他走的 可以加入 还是反抗亲邀 还是太平天国 这么一来 石大开凭着 在军中良好的威望 沿途竟然吸引了 20万左右的将士加入 无论如何 从客观上来说 石大开的离开 大大的削弱了 太平天国的实力 正是这一点 成为后来人 制作石大开的目标 你自己要开地盘 要隔去 另一个山头 表面上是太平天国 实际上他跟太平天国 争夺资源 他来上面讲 你们谁愿意 跟我走的 我们就进工业 不愿意跟我们走的 你们富足天王 讲得很好 实际上他到处拉人 石大开出走以后 洪秀全似乎意识到 事态的严重 在群臣们极力的建议下 他才撤掉了 两个哥哥的王位 并且捐个翼王金牌 遣人送给石大开 洪秀全的这种做法 简直像洪小孩子 当然没有劝回石大开 从此以后 石大开与太平天国 两不相干 形同陌路 我们来讲 在平常这段历史 石大开的出走 应该来讲 他本人并不负责 并不负什么责任 也是唯一正确的一种选择 我们要给予 这个正确的定位 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石大开的出走 出乎在吴舅权 而不在石大开 但是石大开要承担的是什么呢 他出走之后 虽然还是打到太平天国的旗航 但是他完全 持太平天国的利益不顾 这是后人不能原谅的 你看当时天津告急 居用利水 伟基 天津重现 那么伟基的情况下 他支持不顾 你看这个九将 刑事那么伟基 因为守将的首领 零启用 不依附他 他也完全放任不管 他当时那个刑事 另外的陈玉成 在这个虎白作战 刑事非常伟基 他完全可以 伸出援手 支持陈玉成 或者支持零启用 他为什么就没有前级的那种兄弟大勇 那么大的牙梁 把太平天国的利益放在地位呢 而只有因为这种夫妻 因为天王的这种 这种 未必 不仁义 而带来自己的 治太平天国大约于 大约于不顾 你不能一天王的这种错误来 掩盖你的错误 1857年至1859年间 石大开带领军队 转战于江西 浙江 福建 广东 湖南 广西各省 曾经百战百胜的 一王石大开 再也没有打过一次 像样的胜仗 天朝勇士 变成了不成器的流寇 石大开带着他自己的帮众 朝着沉沦的方向 一意孤行的狂奔 他其实有很多想法 但是他这个人 不是一个坚韧不满的人 你比如说他曾经到过浙江 也很想打下来 但战士稍微有鼓励 并不是说就完全打得下来 可能伤闻会比较知道 那就早了 孔仁冈在后期 他总结的一句话 叫做 人性能当 不锐气简半 这是 这句总结是非常 形象也入不三分 我认为这个话 用的十大开帧 仍然费道 1859年8月 石大开与清军 在湖南宝庆发生激战 石大开惨败 退到广西 在广西这段时间里 石大开一直消沉 信心动摇 他甚至提出药 隐居山林 这句话无疑是一个 烈性炸药 将部署们的精神支柱 轰然炸他 主帅都这样了 众人还有什么指望 1860年5月 朱一典 汪海洋等67名将领 带领20万人 离他而去 重返天津 投奔于李秀成旗下 抛弃了太平天国的石大开 也尝到了被抛弃的感觉 所以说这一时期 他的部队是一只没有信仰 没有希望的部队 很多人都讨散 没有灵魂了 这支军队 那么其实这时候 他已经起了一个什么念头 归隐明下的念头 但为什么不能归隐 因为清朝到处都在追悟他 所以说一旦走上了起义 反清一个路 它是一条不轨路 所以他要硬着头皮 准备干下去 你也知道 人或者组织 要有一种精神 如果没有一种精神制度 它会很迷茫 这种迷茫 会导致他的一切的举措 一些言语举措 都失常 甚至失态 我认为在这件事情 在石大开胜上 也得到了一个 比较好的一种诠释 到此为止 石大开的人生 不再有任何欢欣之处了 既有独称危局的 孤独凄凉 又有自食苦果的无奈 1863年6月 他在大渡河边 迎来了他的人生终点 天意与人力的双重阻挡 石大开放弃了抵抗 1863年6月12号 石大开为了保全布下的性命 他牵着自己五岁的儿子 带着身边不愿离去的亲线 向清军投降 当石大开的死是很悲壮 也是被这个劫往成都 最后是凌智所处死 他的凌智所处死 是非常残忍 但是石大开从一开始到最后 都表现了一个大异点 连他的敌人 在跪着手 在凌智处死 他的所看到这种 都感到这真奇难之业 奇难之业 在这之前 他给当时的四川总督 洛平写了一封信 就承认失败了 那么我失败了 我来以我的生命来保全我的故乡 请你们放他们一条圣路 他的阻止就是这样 这应该是英雄气质 应该给予肯定 尽管他还抱有一些欢响 我们不能因为后代后面的时代发展 就否定他当初的这种局 我应该是这样 这是英雄之局 我们不能以成败来认为 但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他不是是一种英雄之局 石大开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倒是回归了早年间的潇洒之气 他就向四川总督洛平章 解释自己为什么放弃抵抗 接受投降的时候 他说了两句话 现在听起来仍然是正气凛然 他说 求荣而是二主 忠臣不为 舍命以权三军 亦是必作 石大开被处决的时候 三十二岁 这是一个浓缩了的人生 他在短短三十二年的时间里 经历了普通人 绝对不会有的跌宕起伏 尽管后来人呢 针对石大开的人格 做过各种各样的评价 有的人贬他是个人英雄主义 有的人赞他是太平天国 唯一的一个英雄 这些评价和议论 恐怕都会有些偏执 有些粗放 石大开这个人 和他做的那些事 都产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 是非功过 荣辱冷暖 恐怕他自己知道了 接着为您播出 中国重气 腾飞中国 都会有些人赞的东西 对你多做的那些人赞 是有种人赞 对我 都会有点多 是有什么